其實還滿單純的一個社區 強力推銷社區環境吸引買房民眾目光 預售物代銷推得很賣力 因為平均定權條例三毒闖關 其中的預售物禁止轉售 讓預售物市場迅速降溫 平均定權條例三毒通過的這兩天 就已經陸陸續續出現投資客願意陪售的狀況 那現階段採取不溯及既往的操作 那我們也會認為可能有一些投資客 他就不願意降價了 原本急著下車的投資客 可以熟熟喘口氣了嗎 內政部代理部長花禁群透露 預售物禁止轉售有日出條款 也就是不溯及既往 假設平均定權條例新法七月上路 那麼六月以前取得簽約的預售物 就不在管制範圍內 接下來會不會出現搶購潮 專家直言 沒人想當房市韭菜 未來的這個走空的這個情況上面 實在太嚴重了 所以其實一般的台灣民眾 還是會認為說 那未來其實價格都會走低的情況下 我也不必急於這一時 尤其是現在這些出拓的物件 可能還是以這個市場行情去做打折 花禁群也預期未來房價會軟著陸 專家表示這波打炒房政策 已經讓小建商贏根吃緊 或許溝足再撐一下 會有更大機會以相對地價進場買房 繼續我們觀眾會李彥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以正在這個劉友 細菲蔡 採訪報導 衹衣